最近二斤在网上闲逛的时候 发现不少PC硬件发售都在讨论CC150 不明究理的我能听到这个奇怪的名称 下意识认为是机箱什么的 或者也有可能是分体水用到的水箱 毕竟如果把它倒过来 它就会变成150cc 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水箱的容积也太小了一点吧 仔细一看我才发现原来大家说到的是CPU CC150CPU 说实话我还真是从未听说过 而且这居然还是Intel的CPU 网上在盛传的是老黄专门找Intel定制的 用于服务器上面 至于性能大家是都不太知道的 听说有人称它为i99900的Mini Lite青春版 既然听到的这么玄乎 那实践出真知 今天的二斤自治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讨到的这颗CC150CPU的实际性能吧 CC150这颗CPU采用到的是上一代 Intel库业处理器的平台 也就是总共1151颗真脚8核心16线程 基础频率在3.5GHz 不支持睿频技术 也不支持超频 同样是14nm工艺Coverlake架构 标称TDP95W 猛的一看这个参数码有点寒颤了 核心规格倒是主流旗舰水平 可是这个频率做事是有点低了 才3.5GHz还不支持睿频 怪不得被称为9900Minilite青春版 既然它这么的青春 那我们这回先就用它来跑点适合年轻人去玩的游戏测试 顺便给它找了一个对手 这里我们用到的是AMD平台的3700X 虽然3700X目前的官方售价大概在2200元左右 相比1800元的CC150来说还是价格偏高的 但毕竟这样子的洋垃圾也没有保修什么的 肯定也不是全新的 如果在二手平台上我们去搜一搜3700X的价格 可以看到两者还是比较接近的 这么去比较的话应该也不算欺负人吧 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测试平台CC150这里 主板用到的是来自华硕ROG的Strix Z390i 内存方面都使用到了海盗船伯径统治者3600C16 两根组双通道总共16GB 显卡为公版的RTX2080Ti 固态采用到的是普科特的M9PE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它的游戏表现 首先测试的是DX12的3A大作《古墓丽影暗影》 在A080P最高默认画质下 关闭光追与DLSS 我们的CC150的频率仅有3.4GHz的情况下 与4.2GHz的3700X打成了55K的局面 3700X平均帧仅比CC150高一帧 这个成绩确实让我有一些震惊 返回到DX11模式下 在《孤岛静魂新曙光》当中 这回3700X算是挽回了一些颜面 平均帧比CC150高出了6帧 而到了刺客信条奥德赛这里 这回3700X的成绩就不如CC150了 无论是平均帧还是最低帧 还是最高帧都落于下风 到了绝地求生当中 同一场景下 两者的帧数也是你帧 我敢谁也不让谁 在最后测试的游戏《露啊露》当中 3700X小米CC150算是有优势 但总的来看在性能方面 两者算是各有千秋 但的确差距不算大 接下来我们自然也要来跑一下专业测试 看看在理论性能上 CC150还有没有那么强 首先我们来跑Cinebench的R15和R20 在R20当中两者的性能 直接就拉开了差距 R15当中也是如此 CC150多核性能 只能达到3700X的70%左右 单核性能也只有74%左右 在VrayBenchmark当中 万分都没有破的CC150 的确也不大好意思 和3700X比较一个高低了 到了X26FHD转码测试当中 3700X超过CC15013帧 在PR的Puget Bench里面 3700X得分相比 CC150高出了85分 而在AE的Puget Bench这个项目上 3700X更是超过了CC150200多分 到了实际渲染当中 Blender BMW测试里面 3700X仅用时2分51秒 便渲染好了整张图片 而CC150需要4分钟的时间 在PCMark10综合测试中 CC150最终成绩 只能达到3700X的84%的性能水平 最后在3DMark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CPU的物理得分 几乎每一个单项 3700X都能大幅度领先CC150 不是不知道 一是吓一跳 游戏测试与专业测试都结束之后 我们对CC150的整体性能 大概心里也有一个数了 虽然理论性能上相比3700X 这样子的新款消费级处理器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但是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它仅有3.5GHz的频率 在游戏上却能比肩4.2GHz的3700X 既然如此 那我们何不用它来打造一个游戏小主机 毕竟它还有更省钱的地方 二斤这里说省钱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这块CPU可以搭配的主板 我们也可以选择H310、B360、B365或者是Z390 虽然现在Z390的价格相比之前的确是便宜了不少 但如果能继续省下一些钱的话 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此外这颗CPU还可以搭配ECC内存去使用 目前市场上如此多洋垃圾的情况下 ECC内存的价格同样是非常便宜的 而今这套精致的游戏小主机配置 主板我们用到来自华晴的H310 毕竟这颗CPU的功耗是真的不高 用H310我们也顺便测试一下它 看它能不能够带得动CC150 内存使用到的是美光1CC内存2666单条32GB 总共用两根硬盘依旧是普科特的M9PE固态硬盘 散热用到的是来自猫头鹰的NHL12S 下压猫扇用来压CC150 我相信还是绰绰有余的 显卡方面为了搭配机箱的显卡竖装 这回我们用到的是来自影视的RTX2070 mini 金属大式 短卡面对这样子的场景自然是在合适不过啦 电源则用到的是银芯的SX700 SFX电源700W的它取代CC150 预知有单8PIN的2070 满载也不过刚刚到电源最高转化率的那条弦 轻轻松松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最后在机箱方面家里的ITX机箱 我们都已经用过了 没有意思了 正好最近酷冷至尊推出了一款新的ITX机箱 我们联系了它们之后顺利给我寄到一台 那就是魔方200Pi还是白色款哟 看起来还是蛮扎实的 不知道装起来究竟是如何的 繁杂的装机过程 老样子不给大家去展示了 那我们直接去看成品 老实说装完之后 我觉得我用到的这颗CC150 简直是配不上这款机箱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机箱其实可以放下更强的性能怪兽 毕竟它能够支持到最高280的冷排规格 而我们这颗CC150使用下压式帽扇的情况下 10分钟FPU满载烤机测试之后 CPU的温度仅有68摄氏度 根本用不着上水了 而此时我们也能够看到 CC150在H310主板上降频了 频率此时仅有3.2GHz 在实际的CPU测试当中 相比Z390上面的跑分成绩 还是略有下降的 所以说使用B360这样子的主板 会是这颗CPU最好的故事 机箱方面由于我们采用到了显卡竖章的安装方式 那么显卡本身也必须使用短卡 机箱自带显卡延长线这点给好评 但其实机箱底部确实是可以安装到 三槽三风扇的大显卡 看来机箱用来装这套配置 还真的是杀鸡用了载牛刀大台小用 目前CC150市面上的普遍价格也要到1800元左右 说实话它不算便宜 毕竟我们再加几百块钱 就能买到游戏性能与它相同 专业性能还要强于它 还正常带质保带售后的3700X 而且目前B450主板的价格同样也很实惠 而用到CC150唯一能够省钱的地方 就在于它能够使用ECC内存 但是内存频率过低同样也会影响游戏的性能 所以综合来说除非你真的不想买AMD的CPU 又觉得时代酷睿真的太贵了 而且只想装一台用于打游戏的主机 也丝毫不在乎售后问题 那么在集齐以上各种情况下 可能CC150会是你的其中一种选择 除此之外 二斤真的不是很想推荐它 好的 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二斤这期节目还不错 请大家点赞三连支持二斤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快点关注我 打开你的小铃铛 跟随我们的更新好吗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